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中 老将陈梦4比2立刻孙颖莎 未免成功 也成为中国女拼历史上 第三个两次获得奥运会女单冠军的选手 与邓亚平和张怡宁这两代大魔王并肩 事实上本场赛前 陈梦是不被看好的一方 知名记者贺小龙甚至公开表示 陈梦与孙颖莎相比 双方差距明显 一方面过去三年间 陈梦只拿到过两个公开赛冠军 孙颖莎却是只差奥运会女单冠军 就可以实现大满贯 另一方面 陈梦与孙颖莎这几年的交锋中 也是输多胜少 何况孙颖莎本届奥运会状态出色 进入决赛前甚至一举未失 更重要的是 孙颖莎正值当打之年 又是排名世界第一 陈梦上届奥运会已经拿到了女单冠军 本着传承来说 孙颖莎作为新一代扛骑者 也应该拿到这枚女单金牌 从而成就大满贯 但从比赛来看 陈梦相当顽强 丝毫没有将冠军拱手相让的意思 首局败北后 陈梦迅速调整 很快大比分反超 第四局在5比10落后的情况下 陈梦不可思议的连续拿到4分 差点实现大逆转 在关键的第五局取胜后 陈梦再接再厉 第六局彻底压制了孙颖莎 从而拿到冠军 对此陈梦本人赛后都表示 觉得有些意外 因为自己做好了准备 也就是输给对手 比赛中 陈梦完全是客场作战 现场球迷几乎是一边倒支持孙颖莎 陈梦得分 现场鼓掌声寥寥无几 孙颖莎得分 现场一片沸腾 陈梦拿到这个冠军 无意让现场球迷有些失望 以至于最后一球 陈梦获胜后 现场竟然没有多少掌声 而是一片叹息声 就人气而言 陈梦显然无法与孙颖莎相比 更耐人寻味的是 现场的国平教练们 从总教练刘国良 到女队主帅马林 全都是表情严肃 全城没有人露出一丝笑容 甚至当陈梦夺冠后 刘国良和马林都是一脸默然 给人感觉 像是女队丢掉了一块金牌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 陈梦夺冠 应该不符合国平的预期和计划 所以刘国良和马林 没有任何庆祝动作 与之相比 倒是前来观战的国平民宿们 张一宁和丁宁 还露出了笑容 起立为陈梦鼓掌 对于陈梦来说 拿到这枚奥运金牌 意味着他得罪了不少人 也许31岁的他 退役该安排上日程了